美方近年来不断地翻炒所谓的中国核威胁论 不过是为自己扩张核武库 谋求压倒性战略优势寻找借口 中国奉行对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 从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 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我们奉劝美方作为拥有最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 美方应切实履行特殊优先责任 进一步大幅实质地削减核武库 而不是向其他国家转嫁责任 甚至威胁要部署更多的核武器